独自助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独 我看到一个宝物 莲花 画的味道很倾向 荷花树全身都是宝 都会入药 荷花养颜 荷梗清楚痛气 荷地按他几谢 连续精心医生 连凡善意精血 连纸按神 连藕易脾胃 连叶纸和瘦身的功效 这是爱玉果 偏向人家拿果水来做凉粉 但是很少人知道它的真正药用价值很高 它有孤进补肾 效忠 解毒脂血 下乳的功效 全素都可以入药 但药性最强是在果实 树枝 叶果实晒干 泡酒喝 一天一小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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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向下人 他未兴 兴问 未体近 未尽 功效是花式行迹 问中指偶 准谢安泰的功效 常用于脾胃细寒 吐血 成熟时会变成黄麒色 味道很像 使用的部分是果实 主要是里面的纸 现在还没熟 果实熟的时候里面纸会变成黑色 有一张白色把膜抱住的 好多蚂蚁 好多蚂蚁 什麽 他的鲜红果实 会运七天七夜 谁得名 他胃苦涩 心寒 有大毒 但能解毒善解 笑颜止痛 止血强性 破血坏 行气 止痒 欲伤的功效 能致跌打传伤 麻风病 如癌等症状 本药材 独心胜强 续求主 应付幸福 体续者振用 蚂蚁在放假 应该准备要下大雨了 蚂蚁会感受到快要下大雨来临 所以都会绊到高处 避免避雨会被淹水 这是蚕蚁 蚕蚁 蚕蚁为干心寒 贵 费 designers 干净 能处散风热 透成这样 明目 止净的功效 这是什么蘑菇 长这么大 不知道这是什么种类的 大家有谁知道 这是什么种类的菇吗 可以告诉我吗 我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毒 这是八起天 为甘心 心为温 为圣经干净 功效是补圣羊 前进骨 去奉施 用于圣羊虚弱的羊尾 不孕 月轻不调 少富朗通胀 能温身壮阳一进 至阳尾 不孕 这颗树结很多果子 果子落下时 会再长出小树苗的 入压的部分是根部 我们都会沿着它的藤蔓 找到它的根部 再来挖根的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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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